TTPS真的是舒服 是的怎么感觉这个圈形 也像复刻的第一局一样啊 嗯啊 赶紧蛇皮走位龙斯格 找到一个树后啊啊 最后还是这个开镜就直接把龙斯格给补掉了 应该是背身也出枪了对 不着急先生雷回来再规避一波 我梦仔 这两天太多了吧 梦仔今天说实话在F2R的一个表现 我就是有几波 包括在艾伦格地图上也是看到 手里还有雷 稍微就远了一点点 扶下一号出 打一个 龙斯格选了刀 哇 旺仔 旺仔这把离大功 赶三个了 阿伟离得很远啊 第一时间没办法支援 远点先放到旺仔 但是位置已经被锁定 那只要他反正现在锁定了位置以后 然后先过来就是伯良先过来补就可以了 是的 哇 阿伟在这一步 你说的话 只有将小九这个点先打到他才有操作空间 我的远点 伯良这个时候已经是将阿伟架死了 这个位置阿伟就很难操作了 小九最后也是打掉了 盖德贝 阿伯也是淘汰掉了 伯良 然后看一下 近点的话 山路上的防区也打起来了 DSS先把剃脚连打带脖 斗子 要去进攻 SMSS 拉出去就可能会摆给 把枪线很多 我们重新拿一波 入侵 双方枪线 7刀加上1897再拉出来 这波其实拳子有一点上头 不过还行 进大力了 这两个人的一个双架 你想他当时 考了多大的压力 他一直在吃闪光 吃闪光 然后在对方上来的一瞬之间 去抓队友的时候 去抓拳子队友的时候 他开枪 喷了两个 然后考虞再发力 而另一边这个左下角的位置 DTT跟天霸 天霸是偷一手 DTT屁股 而且高打击 这个是一个哀悲点 DTT被淘汰 被天霸给这个融化了 这个你还没看清楚 我是过点 呃林强不知道城头 牙匹在近点的房去埋着 这样的话 因为蹦蹦确实 在面积太广 直接被打下来了 这边过点的话 其实撕到的子弹还挺多的 但是Monkey King的一个反打 是把露露先给放倒了 自己也吃到了科尔巴尔的枪线 是的 科尔巴尔这个小的一个屁股位啊 是打了一个之后 依旧是保持一个满血的状态 嗯 两边的一个battle 是的 血量都不是很多 但是好像队友在已经在绕科尔巴的屁股了 就给对手造成的伤害差不多 然后KRG是冲了一波FTY那一侧 现在双方的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存款 然后KRG的话 只有一个了 是的 啊 今天是终于绕到了科尔巴的屁股 我将这个点给他拔掉 那这样一来的话 TMA侧翼后见两个人只能赶紧撤了 而另外的话 面包房FTY是成功的手下了这一波 是的 来了一个一换四 RBS头上 是 RBS目前的房区是债权的 哎 这边出现意外了 这一波有点致命啊 RBS知道这个信息了 撞倒了以后还是有人补的 12月 12月 莫到经典 单位 都是差不多了 这个过点就混淹 忙死他了 找到这波金鬼 将阿童木放倒 阿童木 他觉得禁烟安全 结果被顶了 哦 蓝博 打倒了12月和怪兽 两个人在禁连 这个位置是连打两人 而且还能服队友 愚人在侧翼 利用手来看 走了一个反坡之后 是丢失了自己 先把人补掉再说 大致位置基本上是太难出来了 已经手中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有这么反打 无一生还 但是你认这一波发挥顶级 这太秀了吧 就没有想到他最后一波 直接带走了 JeffY 吃空穴反打两个 这个太秀了 完全想不到 真想不到 确实 他的那个小的那个坡度感觉 呃 这个时候上山就很难走了 天霸在侧翼 呃 给MTT这个过点的压力 而土地上又有低气 那的话 MTT可能就直不于此 踩不上去啊 这个大斜坡过点太长了 是的 把天霸 呃 滚蛋 赶紧 旁边的坑 稍微挺一挺 哎 哎呦 天地地 这一个反身 反打 呃 四圈的蓝圈上还是救不了人 那对于DT来说 知道旁边是天霸 应该是要回去的 暂地风芒 现在天霸的手感太好了 对 对于七七今天的枪也很烫啊 是的 呃 因为这个缺点对于天霸来说 不把DT的分拿下的话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抢占那个土路的 哦 但是这一波七七开车起脸的话 推西被放倒了 但是七七反打把small3c给放倒 嗯 啊 毕竟人多 车上是带着保镖的 他在风光找人 先把分补掉 嗯 主要是防止对手 倒地报信息 而且DT的保卫 跑卫已经也是吃到了人家巨幅的枪性啊 正面 Brigin Boy是打倒了唐弟弟 唐弟弟这个过点是有点无言体啊 对 无言体硬度 再打一个七七 这个小的角度 Pick也是非常的成功 现在得靠零顺 反正现在天霸分已经是73分了 再一颗手雷 看一下这个手雷的威力 吓到了 我远点龙斯哥的树枪 是的 但是蓝圈就在这个屁股后面 这不应该是救不了了 队友应该是海南快走 进圈了 是的 有了能救一个是一个 把催积救起来 结果没想到第一个倒的 竟然还能存活 是的 这样的话 天霸是可以开车前往土路这个位置 我95K 这边直接妖狩是抱头打倒了天天 而且Monkey King还在对面的这个红砖房里面 他们把三头的控制权放弃之后 是选择推进城区内的残边 是我圈行六往北一起 天霸也知道这个圈不太好进去了 只能换分了 是的 是的 防军主任人在疯狂打架 然后山头上F5然后K倒 我先拉出来将白刀马的分数给补掉 嗯 再为CDG再拿下离分 那么其实目前CDG 呃 独狼拔不掉的话 自己圈也进不了 对 始终有个钉子啊 王主动出击 一强自合一发就去喷一个 再喷一个 再两个 分啊分啊 就没分直接到手 两分 雪赚不亏 是的 大赚 然后现在其实你看山马丁出来的话都是毒狼 是的 是的 而另一边 I7跟SMS也是 炒冰上I7一边 山头要出来 呃 炒鱼这波是没顶住妹妹的枪线 是的 一个三人编制I7 林树还存活啊 林树这个时候其实给的I7的压力很大 跟说这个毒蛙面是 林树一直达不了 哎 这个位置 想开车 那就没办法吧 林树还敢开车 是的 就是他那个车给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枪就爆 对 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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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梁跟许森 一个反波没问题 哇 但是都要被 边上的人给K掉 是的 今天天妹也是 厂军十分了 看柯梁 对他们之前注意力都在远点 要再看 柯梁再看 他想是看到远点 他不知道黄黄近点来了 脚不伸 哎 你出现啊 沉迷中 要吐了 哈哈 看那个脱皮 这边 必杀的一个距离 等待对方停下来抽把的时候打了一个 所以还原点将龙子哥的血量给压残了 现在杭好的话也只能去跟你打一个pick 哦 龙子哥这个手雷很准啊 但这个火的话也是烧掉了柏梁 对 这个高抛 小五 这个手雷 没能炸倒龙子哥 再给个低抛 也是将航航的分数给补两 两边的一波 一换一 对 阿传目前跟进点巨 是个死局 结果I7排活了 嗯 I7居然找到机会进圈了 龙子哥一个手雷再炸倒了小五 只剩下了一个小羊 是的 还是被Henry给补掉 在目前妹妹全部架死了 这个预判雷 但是小心侧身 哇 咱 牛啊 这一枪把妹妹也放倒了 现在是一个二打一打一 你发现这个碰头枪 没有办法做任何演技 就一枪 没问题 二打一 十四个淘汰 那PY的分数已经拿到五十四分 嗯 这个高谱还是 但是小羊可是打过一川的男人啊 但是很可惜 龙子哥 龙子哥 恭喜MTV在最后一局是拿到了十五个淘汰成功 吃鸡 是的 最后吃鸡也是非常的兴奋啊 是 因为因为他们